好奇害死猫,前几天我没忍住好奇心吃到了这么一个瓜 说是贾玲未婚生子孩子的生父是范澄澄 虽然这个瓜看起来一点也不保守 但爆料人说的有板有眼 网上还传出贾玲和范澄澄的结婚照 不过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P图 随着事件发酵,范澄澄终于也没忍住站出来辟谣 恢复伤了一句,把嘴闭上 这四个字虽然有些直白 但确实也是被许多谣言困扰的明星内心真实的想法 实际上娱乐圈里现在已经兴起了一种心形诈骗 看似个个都是大瓜,但一个个都不保守 在大瓜满天飞的时代 许多明星深受这些风言风语的困扰 一,王一博 王一博不久前被官媒认证绝望文盲之后 那可是相当低调 没想到才过了一个月又惹上事了 不过这次出没爆料的不是余记或者狗仔 而是自称为受害者的女子 就在不久前有个注册不久的小号 在李恩的账号下评论 声称自己和王一博发生关系 且已经怀孕 本来王又以为只是桃色大瓜 却没想到他说 王一博抛弃了他和孩子 威胁逼迫他去打胎 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李恩是谁 他就是那个和都美珠联手 蒋古某凡绳之以法的博主 在这个名叫韩韩的小号上 还发布他的动态 声称自己知道造谣是犯法的 言外之意就是自己所说句句属实 还表示自己只向孩子有爸爸的认可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求助无门的 委屈小姑娘 大家都知道 王一博的粉丝群体有多庞大 这件事情瞬间就登上了热搜 当然这些网友在经历了各种 虚假大瓜之后 都有了一定的紧切心 纷纷表示要看证据 就在大家坐等真相 以及王一博的辟谣时 经常爆料大瓜语记的张小涵 也跟风发了一条爆料 内容暗示意味明显 和韩瀚爆料不谋而合 好在王一博并没有让人等待久 很快就发布辟谣声明 当然监狱之前同样发布声明 却反被垂的某些经历 大家还是抱着怀疑的态度 希望王一博能亲自出面澄清 但没想到韩瀚又放出所谓的证据 床照 居然就是一张模糊到啥也看不清的照片 更打脸的是 照片上还留存有主人照片的水印 可见奇甲的离谱 这下网友坐不住了 哭散半天就放出一张 韩啥也不是的照片 这漏洞白出的爆料 竟被自己给洗白了 就连他找的李恩也出面澄清 这位受害者自己联系趟他之后 一句话都没说 更别提他口中的证据 这番操作极有可能是为了抹黑王一博 或者为自己炒热度 藏流量 这不是把大家耍着玩吗 最终韩瀚承认自己是造谣 二 赵丽颖 前不久赵丽颖陷入被包养的丑闻 一看标题就令人十分震撼 某85后女星假结婚给金主生孩子 大概是为了制造噱头 爆料人还来了个周二件的预告 表示这位85后女明星背后有一位神秘金主 金主想要孩子 但不想娶她 于是找了一位男明星与她假结婚 等到孩子生下来 两个人再进行离婚 一提起85后女星 大家自然而然地想到属心的那几位85华 通过一些蛛丝马迹 很多人靠排除法将目标锁定到赵丽颖身上 除了离婚女生子至两件以外 还因为当时赵丽颖和冯绍峰的结合 让不少人感到意外 赵丽颖是草根出身 最开始常常演些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 不像冯绍峰家境阴时自身也很优秀 没参加高考就直接保送上上海戏剧学院 出道不久就登上了央视的舞台 再加上赵丽颖和冯绍峰年龄相差9岁 恋爱消息爆得突然 结婚官宣更是令人猝不及防 这段在当时引起不少人震惊的婚姻 也维持了不到两三年 如此种种也让不少人 看似理性的分析之下 被带了节奏 觉得赵丽颖就是爆料中的85后女明星 甚至有人言之早早表示 那说的不就是赵丽颖吗 脚趾头都想到了 可事实上如今已经过去好几个周二了 所谓的周二见却迟迟没有下文 但就在一些普风捉影的报道中 赵丽颖和冯绍峰这段 本以好聚好散的感情 又被拿出来恶意揣测了一半 许多对这个瓜身心不疑的人 也为周二来了 瓜却没来 找好了说辞 这一定是被公关了 熟悉赵丽颖的应该知道 她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 性格也十分朴实 在娱乐圈能够取得一些成绩 除了机遇 更离不开她的努力 这种没有指名道性的瓜 很难去取证辟谣 又或许辟谣会被人说是对号入座 沉默就会被当作默认 一个明星的清白 就是这样被见上了你点子 不久之前 一位狗仔出来爆料 说是一位女明星为了拿资源 甘愿去和所谓的资深老戏骨陪睡 而这位老戏骨的年龄可是比这位女星大了好几轮 好家伙 潜规则大家都听过了 这大尺度的爆料放在眼前 还是让人震惊 大家纷纷猜测 这个女星究竟是谁 根据狗仔放出的料 有用的消息就这么几条 一 这位女星姓Z 而且年龄很小 外形非常女神 近几年资源很好 二 烙溪骨已婚 在圈的影响力很大 视为影帝 三 两人早在五六年前和做过民国局 四 这位女星主动倒贴 确实拿了不少资源 还曾被爆出过和90后小鲜肉的恋情瓜 这消息一出 无数Z型女星躺墙 大家都想知道这位主动的女星是谁 其中呼声最高的 居然是童星出道的张子峰 从年龄上来看 张子峰还很小 到目前为止 满到满算也就只有21岁 根据爆料往前推五年 不过才16岁的年纪 那个时候的她还是一个未成年 显然有点不太现实 而最近这几年 她基本也都是在综艺中出现 要么就是参与电影拍摄 根本不存在突然资源变多的现象 更别提参演民国剧 能对得上号的恐怕只有年龄和去年被爆出的绯闻男友了 除了她之外 还有不少网友把视线描向周冬宇 说起来周冬宇确实演过民国剧《麻雀》 这倒是能够对得上号 在那个时候 她资源确实有过一段时间的飞升 早前周冬宇和曾志伟的儿子有过合作 期间她俩的绯闻也是传得沸沸扬扬 更何况就在去年她还被爆出和刘浩然的恋情绯闻 看起来好像一切都很符合 但网友却提出了疑问 周冬宇的外星条件恐怕和女神二字不沾边吧 而且曾志伟的事情原本就是子虚无有 她也没有一同出演麻雀 这简直就是强行对号入座 除此之外 这位爆料者也没再发出过什么真相 事情就在薄风捉影中恰然而止 4.迪丽热巴 迪丽热巴怀孕的这个瓜也是传了好几个月 这一爆料的源头是一位愚迹透露 某一些女星有孕在身 于是取消了年底所有活动 就这样2022年底 鲜少露面和禁组的迪丽热巴 就遭受到了无望之灾 一位娱乐记者放出迪丽热巴的照片 还配着大概算一下 应该海鼠兔10月左右的文案 像这种指名道姓的瓜 更是让不少人觉得是实锤 再仔细看一下 迪丽热巴所谓的运渡照 咱就是说这个照片也不能算傻实锤吧 毕竟包裹的那么严实 再加上衣服半型也不够贴身 怎么能够一致早早确定 迪丽热巴怀孕这一传闻是真的呢 再者看迪丽热巴周围围着一圈人 她这也不像是有什么秘密 怕被发现的样子 迪丽热巴工作室也终于在 今年2月份给出了回应 一连发了九公德通告说明 并表示已经对当初一些 不是言论进行了取证 当然或许是近些年 许多明星频频翻车 声名和律师函在很多人看来 就像是一张废纸 这也让靠这些途径维权的明星 辟谣之路变得更加漫长 就连迪丽热巴自己也无奈地表示 起初自己看到谣言还会觉得生气 再到后面又觉得可笑 哪怕自己天天直播也无济于事 不信的人总有不信的借口 不知道为啥很多人都默认 作为一线明星 就得时时刻刻地暴露在公众视野下 尤其是女明星 只要没露面 不是恋情就是怀孕 肚子稍微大一点也是怀孕 胖一点就是有运向了 女明星已经算是站在收入和名气的顶端了 却还是逃脱不了怀孕 恋情等类似的维闻 这未免让人觉得有点心酸